某个历史阶段都有这个历史阶段的特点 在封建社会出行坐轿已经是很有面子的事情了 没有钱的穷人家出行去远门 大多选择步行或者骑驴 就是建国前在陕西山西这些地方 妇女回娘家还经常坐独轮车 在那个年代就是非常非常有面子的事了 但现在那就是豪车 才能给自己带来足够的面子 开出去引起别人的羡慕才算有面子 而在三四十年以前 能有一辆摩托车就比现在开着大奔宝马有面子 这些摩托车都是国产摩托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合资一说 像是幸福520 特点就是启动时声音特别大 远近闻名 摇杆和启动杆连成一体 现在很少找了 还比如像玉田小摩托 绿色的车身小小的体型 但司机只能乘坐两个人 启动时排气管会冒出一股蓝色的烟 还有嘉宁七零 作为摩托车里的老大哥 在90年代售价达6000元 这样的价格在农村实在是高得不得了了 有它绝对是经济实力的象征啊 改革开放后便有了合资的摩托车 像是长春林木AX100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这个品牌的车比较陌生 但是有句广告词却是家喻户晓的 天地间有我在行走 它的二冲程发动机在当时绝对是属于爆款了 还有本田一一百 目前在市场上已经很少能看见了 但是它的质量绝对是过硬的 还有本田天宏90 这款车除了质量好 还有一点就是特别省油 这六款摩托车不要说骑了 对于年轻人来说已经是很少见的了 这应该是属于历史陈列品 但是在那个年代 可是比奔驰宝马更吃香的出行工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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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仨ilt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